在25度C时,每代跟盐酸反应产生氢气 可利用排水集气法将生成的氢气完全收集在集气管中 某生测得集气管内的气体体积为29.8毫升 集气管内水柱比管外高出6.8公分如图所示 以致实验当时的大加力为75.88公分巩柱 保证其他呢是32.37,每一平方公分有这么多功课 水移密度13.6,水的密度11,试回答下来问题 第一小题,请写出铁带跟盐酸作用产生氢气的平衡化学反应式 那铁加盐酸产生氢气跟氯化酶,平衡系数那从左到右就是1211 那同学也要记得写出它一个状态 接下来看到第二小题 集气管中的气体压力为多少公分巩柱 那外加力75.88,那扣掉这个水柱的高度 那就是里面气体的压力 那这边水柱的高度呢6.8乘上水的密度1 除上巩13.6 那就可以换算出它的一个水柱 那相当于多少公分巩柱 那扣掉之后呢是75.38公分巩柱 所以这就是气体的压力,这是第二小题 第三小题询问 集气管中氢气的分压为几公分巩柱 那前一题算出是里面气体的总压 那这气体除了氢气之外还有水 所以必须把水的压力给扣掉 那水的增加呢是32.37 再除上巩的密度 那就可以得到2.38公分巩柱 所以前一题的答案扣掉2.38就是73公分巩柱 这是第三小题 最后第四题 参与反应的每有多少公克 由PV等于NRT 压力73除以76 这换成ATM 那乘上体积29.8乘10-3换成公升 那等于是墨数乘RT 这个温度呢是25度C 就是298K 所以可以从这边算出每的墨数 再乘上它的适量 就是重量2.84乘10的负荷功课 这是最后小题的答案